96、大公報 區會唱屯門加開直通車往福田 2015年7月11日 港文A13 大公報信 實習記者鄧偷報導 水貨客轉經福田口岸過關 屯門區議員表示 屯門區未有直通巴士或小巴往洛馬洲支線口岸 福田口岸 居民依賴的士來往 但的士自在水貨客而拒載市民 不探表收費等問題也日趨嚴重 區議會決定去順運輸處 要求加開一條由屯門網落馬洲口岸的直通巴士線或小巴線 屯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福田口岸交通混亂問題 區議員曾憲康稱 屯門區議會早於2007至2008年期間 已要求運輸處加開一班來住屯門的直通車 但運輸處以福田口岸附近路面太狹窄為由拒絕 現時屯門居民只可乘坐的士或非常轉折地先去元朗 再轉乘75號小巴或B1巴士線往福田口岸 他只不少的士司機自在水貨客 令居民十分不方便 有的士將車資升至於400元區議員嚴天聲稱 福田口岸交通問題複雜 更一發現水貨客在下54時至5時最活躍 趁跨境學生開始下課回家的人潮 海關人員繁忙之際 混入學生群意圖融運過關 他稱水貨客令的士距在問題更嚴重 有的士司只開大口將幾十元的車資升至於400元 他建議運輸處增加75號小巴及巴士B1線班次 舒緩由屯門及元朗往落馬洲的人流 他稱明白增加班次會令交通道失害 希望運輸處、警務處及海關聯手制定疏導人流及打擊水貨客的方法 區議員龍瑞興稱,運輸處早前以路面狹窄為由 拒絕加開屯門直通車 但福田口岸的士站數目不久前由四個增至八個 認為運輸處講一套、做一套 屯門區議會主席蘇超成贊成再去信運輸處 要求政府加開屯門直通車 谢谢观看